政府要管理 守護海豪遊戲權 首先設備要固定 什麼叫做設備要固定呢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 事實上是就是沙包 它事實上是總共國外的法規規定 要有六個固定點 那第二個就是入口要有防護 像我現在站的這個地方 就是要有一些防護措施 要有地墊 孩子滑落下來的時候 才能夠去做到一個比較好的保護 然後最大的承載人數 也就是人數要管控 所以一般來講 它的標示準則裡邊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準則呢 通常這次廠商提供的準則 只有規定行為面 可是真正的在國外的法規 有規定首先 第一個最多使用人數 每一個遊戲設備 有不同的人數的承載的要求 比如今天這個這麼小組的 它承載的人數就會是比較低 那比較大組的承載人數會比較高 最多的使用人數 還有到底年齡多大 20歲30歲可不上去 還是18歲可不上去 還是要12歲 那再來就是充氣室的設備的使用的一個環境是什麼 是水上的還是現在是地面的環境 整個環境的樣態是什麼 它所謂的遊戲區的能見度 也就是說今天看到這組遊戲設備 每一個點都要佔工作人員 每一個工作人員都可以看到裡面的孩子的樣態 一旦有什麼狀況的時候隨時可以處理 最後就是廠商的一個相關的資訊 所以這是一個很必要的要件 那再來就是充氣要足夠 所謂充氣要足夠 像今天這個氣 事實上未來如果有準則的話 就知道它這樣的準則裡邊 到底充氣量要到什麼樣 那更重要就是要有工作人員 這個我們每次在看現場 大部分所謂的工作人員就只有一位 有幸的話有一位 而且那一位事實上是所謂的公讀生 實際上工作人員要有專業的能夠引導孩子 還有要技術人員去看它股風機 到底還有沒有正常運作 所以這是我們提出來的五大步驟 謝謝